加州共和党大会于今天举行 三位总统初选参选人 川普 克鲁兹 凯西克 陆续抵达北加与会 由于川普的移民政策言论 在移民众多的加州 引起广大争议 从昨天南加造势大会 到今天北加的共和党大会 川普的支持者以及反对者 在场外失控 发生多起肢体暴力冲突 川普抵达北加Burlingame之后 必须绕道避开数百位抗议人士 从旁边穿过泥土小丘 进入大会现场 场外大批的抗议人士 在川普进入之后 强行推倒警方在大会 举行酒店周围设立的围栏 试图进入饭店 警方派出了大批的警力 排成了人墙围堵 手持抗议标语的反川普人士 还在场外与支持川普的民众 发生推挤 一度扭打 而昨晚 川普在南加 Costa Mesa的造势活动 也爆发冲突 支持以及反对川普的群众 打了起来 部分支持川普民众 还因此流血受伤 另外有一部警车被砸 警方在昨晚逮捕了20名群众 收到